今天要來示範做清燉牛肉湯 準備的材料有中藥包 無敵中藥包 非常好喝 蒜頭 白蘿蔔跟炒四牛肋條 牛肉大概切這個寬度 蒜頭把頭切掉就好了 等下整顆下去 不用切碎 兩包牛肉大概是一公斤的多寬 那萬用鍋就用到位置最高的地方 那待會萬用鍋 鹹鹹鹹肉 萬用鍋煮好之後 再放到豬鐵鍋裡面去 大概滾一個小時左右